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被前世情人纠缠 念地藏经 了结姻缘的真实 在此分享一位朋友 前世今生的因果故事 如有说的不如法的地方 请各位慈悲指正 这位女士是旧母的一位朋友 秀秀 戴明 大约五十多岁 她的父母从小就喜欢帮她算命 但是很少跟她提起算命后的结果 只是告诉她要多念佛 多做善事 这位女士的脾气非常不好 有时生气起来可以乱摔东西 甚至有时发脾气到不可控制时 还会拿剪刀或小刀割自己的手腕 所以每当她发脾气时 她的家人都会叫她不要再发脾气了 要多念佛 每次听到后 她都觉得非常的反感 往往发大脾气地离开现场 在她十六七岁的一天早上 正要去上学时 不知什么事情就和家人吵起架来 家人就在旁边劝她不要生气 要念佛号 她当时火气震望 什么也听不下 回口骂道 什么神 什么鬼 这世界上如有鬼就来找我 给我看看说完就去学校上课了 一整天在学校上课 心里的闷气还是没有消失 放学回家 家里有一只狗 平时和她的感情非常好 但是就在今天非常奇怪 她一踏进门口 这只狗就一直不停地吠她 当时她的心情也非常不好 于是就脱下了自己的鞋子 非常用力地丢了过去 气冲冲地走进屋子 气头上的她什么也不想做 只想看电视 电视看了一半时突然停电了 她也不觉得奇怪 心想 既然停电了也没事情做 就到房间睡觉 为什么说奇怪呢 因为她家的店员是来自隔壁家的 当她家停电时 隔壁家并没有停电 漆黑一片的房间 正在休息的她 突然看到有一只火把 正往她的方向冲来 她突然地喊叫了一声后 就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当她醒来后 家人告诉她 当时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力大无穷 四个大人也压不住她一个 十六七岁的小女生 她声音变成了男子生 开始说日本话 挣扎了一段时间后 她就昏了过去 这个女士告诉我 她当时会变成男子生 是因为她前世是一位日本将军 也是日本的王子 日本将军喜欢上了自己的仆人 给予自己是王子 不能与卑下的仆人永远在一起 所以两人决定在不同的地点 但同一个时间 自寻短见 两人希望可以在天院做比翼鸟 再地院为连理智 希望在黄泉路上一起长相厮守 但是没想到 将军竟然转世为这位女士 而仆人在黄泉路上找不到将军 最后沦为鬼道众生 就在这位女士十六七岁时发大脾气 讲了一句 有鬼就来找我后 姻缘成熟下 女鬼终于找到了她前世的情人 就是这位女士 从此以后 女士身边就跟住着女鬼 这女鬼对她非常好 还会帮她管教儿子 于是有三个孩子 有一次女士的大儿子很晚才回家 女鬼跟大儿子说 你妈妈非常的担心你 以后不要这么晚回家 只有大儿子看得见这女鬼 这位女士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日本工作 她告诉我 她从来没有学过日文 但是她竟然听得懂日本话 而且她所做的日本料理 日本人都以为是真正的日本人 所做的料理 原来因为是她前世 是日本人的关系 大约在女士四十几岁时 她去到一间寺庙 一见到住持和尚 随即跪下痛哭流涕 住持和尚知道女士的事情后 吩咐女士每天都要念诵地藏经 回向功德早日了结这段姻缘 之后她常常到庙上帮忙 不知过了多久 女鬼终于放下了对她的执着 离开了 上人曾经说过 金生脾气大 喜欢发脾气 是因为前世的杀生夜造得多 吃肉也算在内 这位女士前世是将军 自然杀人无数 自己也是一位王子 从小所知的也是山珍海味 所以金生特别容易发脾气 她的嗔恨心就像修罗道的众生 有时脾气不能控制 会拿刀子割自己手腕 是因为她前世是自杀而死的 自然种下了自杀的因 金生当脾气一来时 钱是自杀的因 在她无法控制自我时 促使她也想要自杀 这件事情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因果的可怕 欲知前世因 金生受者是 欲知来是果 金生做者是 我们不用去找人算命 只要看看自己金生 所遭遇的好事和坏事 就能知道 钱是到底做了什么 善事和恶事 想要知道自己来世会怎样 看看自己现在的所行所做 众善因就得善果 众恶因就得恶果 但是往往于世的众生 都是为果不为因 而佛菩萨呢 却是为因不为果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